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我们来看的是全球越烧越狂的鱿鱼热 王菲Netflix原创的韩剧《鱿鱼游戏》 推出了将近一个月全球大卖 我们已经Focus第三次了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 这个整个系的制作成本刚刚突破2000万美金 但是它所创造的价值是近9亿美金 那么整个创价翻转将近42倍 世界各地的业者现在都抢着搭顺风车 在俄罗斯的咖啡厅也会办碰瓷堂的party 那么因此让大家在里面看看谁碰堂能够成功 同样的手法秘鲁书店也借用 在里面如果戳碰堂成功了 可以立刻带新书走 印尼出现了一个谷底翻身的咖啡馆 因为它把原戏剧场景完全还原 放民众进去一天200人玩123木头人 那么但是如果在里面输了的人 会受到什么样的刑罚 它没有办法复制戏剧 这个卖点很有噱头 东南亚还出现了马来西亚的沙龙业者 推出了造型美甲 在美甲上画上游移游序的好几个大咖 全部是纯手工绘制 大受欢迎 电源穿上桃红色鱿鱼制服 大跳韩国女团舞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这家韩风咖啡厅 抢搭鱿鱿热 大批剧迷慕名而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这是一个可能性的 我的挑战是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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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引进近期最夯碰堂游戏 失败者得受到辣椒惩罚 举着玩具枪的工作人员 在店内穿梭 临场感十足 镜头转到秘鲁 这家书店同样让来客戳碰堂 派出全副武装的管理员盯场 挑战成功者能获得免费书籍 希望能够借此吸引民众上门 韩剧《鱿鱼游戏》 透过影音串流平台在全球掀起热潮 虽然位在中国大陆正式上架 但这一股鱿鱼热依旧攻进北京 甜品店业者教民众做碰堂 课程一推出就收到热烈回响 我现在我就是看了这部电影 然后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我特别喜欢 而且这个环节也特别让我印象深刻 应该这一部戏会带火于这一个产业链 业者脑筋冻得快大发鱿鱼才 印尼雅加达也有咖啡馆 布置成了游戏场景 让顾客封玩123木头人 青莱小女孩扮演剧中的剧型玩偶 店员则在一旁高举玩具枪 再搭配声光特效 让影迷过足吸引 店家砸大钱重现剧中场景 现在一天得接待超过200名顾客 由于热也让雅加达这家咖啡馆 从谷底翻身 而马来西亚吉隆坡这一家美甲沙龙 也搭上鱿鱼顺风车 不仅将剧中人物画上指尖 还融入棺材绷带 金色面具等戏剧元素 推出九款纯手绘美甲 大手欢迎 对 我喜欢 非常好 非常帅 突然我们的销售额上升了 100%升了 不仅仅是国家的预计 我们也得到国家的预计 尤语游戏上架26天就突破1.1亿用户观看 创下王妃最高纪录 除了炒热各种商机 也带动新一波韩语学习浪潮 全世界的现象 Ozinger Game 和BTS 游语游戏开播后两个星期 知名语言学习应用程式 在英国新注册 学习韩文的人数 狂飙76% 在美国也攀升近40% 全家认为 如今的游语游戏 热度遗憾九年前的江南style 旗鼓相当 彭博社报导就指出 由于游戏制作成本 只花了2140万美元 却已经为网飞 创造近9亿美元的价值 反涨近42倍 在串流时代 小兵立大功 也让人看到南韩 强大软实力 TVBS新闻综合报导